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喂食新生儿的时候 千万不要悟醒天方 在网络上最近出现了 一名自学中医的民众 不只是出书推广米江州 甚至说婴儿刚出生就能够喝 还讲说自古以来 很多的英雄豪杰 都是喝米汤长大的 结果这样子的话 一出引发了各领域的名医痛斥 根本就是一派无言 妇产科医生就表示了 新生儿最好还是以喂母乳为主 如果只是单纯的吃米江州 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 所以千万不要悟醒天方 一杯米加上二十杯水 大火煮滚再转小火 煮几个小时变成浓稠状 米江州就大功告成 网络上一名自学中医的民众 出书推广其功效 除了提到婴儿刚出生就能喝 甚至声称自古以来 英雄豪杰风流人物 都是喝米汤长大 但一直认为完全是一派虎言 那孩子尽量以为母乳为主 那配方奶只是代替 替代一部分 那而且它里面的这些抗体都很少 那如果你是纯米浆 你没有加其他的话 那只是碳水化后 那等于喝糖水一样 一碗米江州让各领域民医 纷纷颇文驳赤 同时拥有中医师执照的 麻醉科医师就怒劈 真的是别人孩子死不完 跟炮轰少喝水多喝粥的论点 开枪是不是路上减道伤寒论 都可以自称中医 小儿科医师则建议 不要为新生儿吃米江州 强调配方奶和副食品 都是依照长久大量的实证医学 有学理背书佐证 至于副产科医师也用比喻质疑 确定要用几百年前的马车驾驶手册 来教大家开飞机 如果米江州真这么神奇 怎么还没得诺贝尔医学奖 那营养不良 那可以将来糖尿病 感冒 他如果没有母亲的抗体在里面的话 你贸然去吃它的话 你不但生病 同时还有其他的问题发生 引发争议的粉丝专业 已经正式关闭 医师也提醒 如果妈妈无法补育母奶 市面上也有很多替代的配方奶 可以选择 先生儿能吃什么 还是询问专业医师协助 希望不要到天途说 来路不明的喂养方法 记得陈子凡 叶林凡 台北报道